哈囉哈囉我是薛洛伯 魯伯洛 這次的明朝影片要為你帶來的是 1.1版本的全新五星熱龍輸出 常理的角色培養全攻略 若是先前有幾個主線的玩家 應該可以在扣電關劇情中 適用到常理的技能 而常理究竟是主C還是副C 相關的核心技能機制如何理解 洛洛也會在稍等影片中 帶來常理的角色定位 技能解析 共鳴戀的效果影響 專屬武器 深含的搭配 相關配對 輸出手法 提供給各位新手參考 若是想看更多明朝的攻略影片 也別忘記先訂閱我的頻道喔 常理是五星熱龍屬性的殉刀角色 定位為主力輸出 和精細一樣有著空戰的機制 並且可以利用這個機制 做到無限輕攻移動 常理雖然看似副C 卻又是主C 主要是因為常理的技能機制比較靈活 有非常多招式的動作過程 都是可以速切其他角色 來進行合軸輸出 因此若是單把常理作為主要戰場輸出 那麼或許並不會比 精細或技研要來的亮眼 但常理適合搭配其他角色 速切打合軸的機制 就讓常理更為適合組進雙C的陣容 常理的演奏技能中也表示了 目前最契合常理的角色 還並沒有出現 但即便如此 常理在目前的組隊環境中 還是相當自由的 也算是為未來的雙C陣容鋪墊 同時也會拓展目前的組隊架構變化 在卡池抽出常理的畫面 會看到常理是一個 與我們下棋隊的第一人稱視角 而常理的技能名稱中 也有很多與圍棋有關的名詞和術語 搭配他共鳴回路中的離火機制 只要每多一層離火 常理的衣服就會被燒掉一層 上市在暗示者 只要局勢所需 常理也會將自己作為燃燒殆盡的一枚棋子 只求讓棋局算得更遠 而且這個燒衣機制 只要抽到零練的本體就有 真的是非常香啊 但如果你可能是比較屬於手殘檔 或是比較習慣了精細這種輪影角色 那麼常理這種比較適合打合軸的角色 或許就會需要點時間適應 但就算不打合軸 常理也是有一定的下線 可以打出基本的傷害 只是若會打合軸的話 上線自然就更高 隊伍總體傷害也會再高個20%以上 更甚至是也為了能配合後面其他的熱龍大C 抽個常理準備 而且常理的需求也不高 有個本體就好 因此也是可以提供給一些想練習合軸的玩家 當一個練習的入門師傅 常理的共鳴回路也就是核心機制 一共有兩項重點 一個是離火 另外一個則是星眼 我們在共鳴回路上方會看到有四格能量槽 也就是四層離火的層數上線 離火有四種方式可以獲得 分別是普攻第四段 依共鳴技能的星眼震撼衝 以及變奏入場接普攻 也會打出星眼衝 這三種方式都可以獲得一層離火 而若是直接開R共鳴解放的話 則可以一次獲得四層離火 每獲得一層離火 常理就會開始它的燒衣變化 第一層時常理的瀏海位置會出現一小抹火焰 第二層時常理的衣服下擺開始焚燒 第三層時外套整個燒沒了 第四層時則會多了一層眼罩 是想玩什麼Play嗎? 不知道看到這裡的你最喜歡的是哪一種形態呢? 留言告訴洛洛 只要累積滿四層離火 我們就可以搭配熊重擊 此時常理就會消耗所有離火 進行一次高倍率的焚身移火攻擊 造成熱熔範圍傷害 施放期間常理會獲得減傷40%的效果 也是傷害戰比中重要的一環 施放完焚身移火後 常理的外套又會再度穿滿滿 重新再為了下一輪的拖 拖又是為了下一輪的穿 穿就是拖 拖就是穿 常理就是 燒拖穿 再來是星眼的部分 假如常理有獲得星眼 可以在共鳴回路條上方看到一個紅色圓圈的圖示 表示進入星眼狀態 可以持續12秒 擁有星眼狀態時 常理的普攻就會發生變化 分成在地面使用的星眼針 或是搭配跳躍皆平A 摳中使用的星眼衝 兩者皆視為共鳴精神傷害 因此實戰情況下 通常最好是在離火層數空的時候開大 一次回滿四層 再直接接重擊一次消耗掉四層離火 功鳴技能是常理的主要傷害來源 初始會有兩次使用次數 使用時常理會有第一段高速多段攻擊 也就是鶴雨三項中的第一項星眼結 此時常理會進入前面說到的星眼狀態 而後再看是要打地面發動普攻的星眼針 或是空中接普攻的星眼衝 在地面釋放星眼針的話 常理會自動瞬移鎖敵往前快速三連擊 若是在星眼狀態接空中普攻 或是搭配起跳在空中接普攻的話 則會自動瞬移鎖敵並釋放星眼衝 常理就會化身為火鳥向上衝刺 兩種輸出方式若是有命中敵方時 就可以再為常理疊加一層離火 萬一打空的話就沒有離火只剩星眼 雖然釋放星眼衝時常理會滯空 但其實這時候可以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接下落打重擊接AA 一種是在空中用跳躍取消動作 並在空中銜接普攻四段 再次進入星眼狀態 並在接上第二段的星眼衝 再接下落加重擊AA 而A技能施放時 常理都會自動打完後續動作 因此這段期間也可以切出其他角色 來補傷害打合軸 無論地面或空中都行 像是常理一玩安可1 再切為常理 常理就會直接打出星眼針 或是普攻第四段的開傘動作 會有約2-3秒的空檔可以切人 此時威里奈出來空A或是安可1 再切為常理 也同樣可以接上星眼針 常理的普攻一共4段 並且可以在地面或空中輸出 因此有兩種攻擊模組 前面有提到第四段普攻 可以進入星眼狀態 並疊加一層離火 地面普攻最後一段 還有一個很美的撐傘動作 普攻在施放時盡量不要無腦連點 尤其是在彈刀的時候 會需要有一定的節奏 這樣才能比較好打斷敵人的動作 而不論地面第四段還是空中第四段 都有一個較長的動作 因此這時也是可以切人補傷害 並且可以在第四段攻擊動作結束前 再切回常理 接著再接上星眼針或是星眼衝 像是地面的普攻第四段 就是可以觀察2到3秒的撐傘動作 在期間切出其他角色 在1到3秒內打完再切回常理 而搭配空中普攻第四段切人 再接星眼衝的這個合作方式 會建議讓常理和有空戰出色方式的角色 搭配會比較好 目前比較適合的角色就晶希和文理奈 所以若不是搭配這兩個角色的話 就還是讓常理自己打滿會比較好 進入星眼狀態時的常理 也會有一個馬尾法師 和法尾那錯類似火鳥羽毛的地方 出現灼燒的特效 再搭配初始型態以及離火的4個型態 一個常理就直接免費送你6種型態 也太爽了吧 那我們前面有提到 有星眼時1加普攻可以疊加一層離火 加上初始功名技能有兩次的使用次數 假如我們透過變奏進場 打完兩次星眼針或是星眼衝 這樣共有三層離火 此時還有最後一層離火 勢必要再透過普攻第四段補滿 但若是你覺得要打完完整四段太過於耗時 那麼也可以搭配重擊 空中接重擊或閃避反擊的方式 這樣就可以直接從普攻第三段銜接上 使用重擊後常理會先進行上挑 然後在空中銜接普攻3到4段 那空中接重擊的方式 就是在星眼衝的火鳥飛出後 普攻狀態下接重擊下落 這樣也是直接接普攻3到4段 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靈活快速疊加星眼和離火 只是一般實戰中 重擊上挑接普攻的動作 會有比較多的後搖 因此比較常會使用的 還是在空中接重擊的方式比較多 或是搭配閃避反擊 來快速接普攻3到4段 那如果是作為戰場輸出使用 常理其實也會有需要 打普攻4段的情形 但基本上地面平給玩4段 接1加跳A星眼衝 再接重擊下落普攻3到4段 再接一次1加A星眼針 兩者的時長其實也差不多 因此手法上可以根據情況 去靈活運用 離滿4層離火後 都接重擊消耗完4層 再接大招回滿4層 再接重擊消耗4層的循環 雖然地面的星眼針 會比空中的星眼衝傷害更高 不過通常實戰中 洛洛伊比較常用星眼衝多一點 主要是星眼衝的機制 在空中可以閃避Z9的傷害 並且可以很順地接下落 和普攻3到4段 而星眼針就會有一小段的後搖 並且後面要快速累積離火 還要再重擊上挑 比起前者的手感會比較鈍一點 所以會建議放在最後一層收尾的離火 解鎖固有技能1 當常理釋放星眼針或是星眼衝時 沒有一層離火 就可以使常理熱龍傷害加成提升5% 最多加成20% 實戰中為實時計算 解鎖固有技能2 當常理使用粉身離火或是大招時 熱龍傷害提升20% 並無視敵人15%防禦 也是目前首位自帶減防程序的角色 但僅限於粉身離火和大招 常理的大招為一個熱龍範圍傷害 能量需求125點 施放後可以直接獲得4層離火 並且可以在地面或空中施放 就可以直接在街上強化重擊、粉身離火 10秒內釋放可以提高強化重擊的攻擊25% 如果是在滿4層離火的狀態下開大的話 由於這時的常理是帶著眼罩的 因此開大的動畫就會變成 眼罩被燃鏡的特效非常好看 但只可惜一般情況下都是在開大前 有滿層離火的話就重擊打掉 否則就會丟失掉一次粉身離火的傷害 粉身離火的過程也可以脫手切人 只是需要在一放大招後馬上預先輸入指令 這樣就可以在強化重擊打出時快速切人 常理的變奏進場會是由空中進場 攻擊目標後會直接獲得12層的心眼狀態 常理的炎奏退場可以給下一位登場角色 熱熔傷害加深20% 共鳴解放傷害加深25%持續10秒 技能升級優先順序方面 常理主要傷害來源會落在共鳴技能 共鳴回路和共鳴解放 這三招可以優先升高 傷害戰比差距不大 佔據最多的會是共鳴技能 再來點出固有技能和普攻等級 而最後是炎奏技能 剩下在依照自己的資源量 點出小分支的暴力和攻擊 常理的一鍊主要是讓釋放共鳴技能和強化重擊 焚身營火的抗打斷能力提升 並使造成的傷害提高10% 惡羅威覺得零練的常理 就已經具備很靈活的機制和速切能力了 因此實戰中其實也不太需要這個抗打斷能力 並且傷害提高的部分只有10% 在實戰中的總提升也不超過5% 所以其實影響並不多 二鍊的部分主要是讓常理在獲得離火時 暴率提高25%持續8秒 8秒的時長是蠻強的 加上常理大部分情況下也都會有離火 因此可以看成是常駐提高暴率25% 只是暴率的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C4的深海主字條 剩下25級就可以22%暴率 以及暴率主屬性的武器給到 像是90級的常駐殉刀千古伏流 就給到24.3%的暴率 屬於是面板刷不好 又沒有常駐殉刀的人才會考慮得夠明鏈 但C4深海的部分可以靠乾 常駐殉刀的部分也是45級武器自選箱可以選到 所以其實想要省的人也是可以省下這部分 3連以上開始明顯提高常理的總傷害上限 但3連的傷害提升80%僅限於共鳴解放 4連的效果為輔助效果 面奏進場時可以讓隊伍中的角色 獲得攻擊提升20%持續30秒 5連後再提高強化重擊 焚身一火的倍率50%造成傷害提高50% 滿連後再給常鯉個高額的武士防禦40%的高貴城區 並且是共鳴技能、強化重擊、焚身一火 以及共鳴解放全都能吃 因此也是一個傷害提升最大的共鳴鏈 常鯉的共鳴鏈效果推薦 0連的常鯉是洛洛認為性價比最高的 而且一個本體就有6種型態可以觀賞 基本的靈活度和傷害都有 比較要注意的是只有守殘蕩 或是不想玩合軸的人會比較沒興趣而已 但就算不想玩速切或合軸 強靈靈練的情況下 眼睛可以帶上維里奈就能雙通升塔了 所以很適合一個主C都沒有 又想挑戰升塔的新手玩家 那如果後續想再追傷害的話 就會比較推薦再抽專武鶴翼流明 想省一點也可以直接用常駐殉刀千古浮流 科長若想追傷害 其實3連開始才有比較明顯的傷害提升 但3-5連加的也不算太多 所以建議直上6連比較乾脆 同時也有不容易被環境淘汰的傷害上限 和很香的穿訪程序 強靈的武器推薦首選專武鶴翼流明 提供一定的攻擊力之外 每0.5秒的任何攻擊 包含變奏、傷害技能等等 都可以為裝備者疊一層 施放共鳴技能額外疊5層 最多可以疊加14層 每層BUFF可以提高共鳴技能傷害 一階情況下疊滿可以提高56%共鳴技能傷害 而且在你疊滿14層之前 BUFF效果都會維持住不會掉層 直到打滿14層後的12秒才會清空所有層數 狀態欄上也可以看到有倒數的圖標提示 而就算清空層數後 常理也常會在接1共鳴技能騎手 騎手的新眼睫命中敵人會有2層 再加上額外給的5層至少就會有7層以上 施放第二次1時基本上就疊滿14層 但時政中還是要注意自身離火的層數 假如還沒滿離火就連續放2個1 會容易丟失離火的BUFF層數 因此準備施放第二個1時 就是常理要準備進入打爆發的階段了 最好就是在滿離火或是準備要開大時 再放第二個1疊滿專武BUFF即可 而變奏入場會有一層 若前面再搭配寮召之息的深海技能騎手 由於前兩段會卡到0.5秒的冷卻 所以全部三段攻擊只能疊兩層 這樣也隨便就有9層以上 後續若接吸引針則有兩層 吸引衝則有一層 而打滿14層後也會有12秒的期間可以維持 因此其實只要以一騎手 大部分情況下都會在7到14層之間波動 因此也不太需要擔心層數點不滿的情況 這把專武也很適合給類似輸出機制的丹井使用 假如有專門玩丹井 不打算抽常理的話 也可以考慮給丹井抽一把 另外可以考慮的五星武器 就是常駐五星殉刀千古浮流了 這把武器可以算是常駐武器裡面CP值最高的 不僅很多角色都可以用 而且主屬星也提供暴率 神區抽惡劣或是面板培養傷的難度 被動效果提供的共鳴效率加成 和施放共鳴技能時的攻擊加成 也都是對常鯉來說有用的屬性 因此在傷害上 其實也是和專武傷害落差最小的武器 並且因為不用疊層的關係 對於手殘刀來說也是簡單好上手的武器 四星武器的部分就會落差的比較多 不過若是有高階的情況下也是可以考慮使用 像是不歸孤軍、犧牲、飛井等等 拿把武器等皆高就拿把 比較屬於是沒有常駐五星殉刀的過度替代選擇 常鯉的聖骸套裝優先選 熱龍輸出最用的龍山獵骨五件套 建議為4-33-11 增加熱龍傷害10% 以及使用共鳴技能時 提升熱龍傷害30%持續15秒 總計40%熱龍傷害加成 而另外一套傷害套裝 則可以選擇清援初月五件套 同樣也是4-33-11的配置 兩種套裝其實傷害差距並不大 主要是熱龍套是把BUFF加給常鯉自己 而清援套則是有加共鳴效率10% 以及嚴奏給下一位隊友加攻擊 把BUFF給了隊友 所以可以根據自己常鯉搭配的隊友 來決定要穿哪一套 例如搭配的是輸出倍率比較高的 精細安可這類輸出時 可以考慮換清援套打輔助 讓原本輸出佔比最多的角色傷害更高 搭配淹滅主角或是赤霞這類輸出時 則可以穿熱龍套讓常鯉傷害更高一點 若是過渡時期或是沒有刷到五件套時 也可以從加熱龍傷害的熔火獵骨 和加攻擊的不絕魚影 或加共鳴效率的清援初月二則一 才2加2的混搭配法 在主播詞條選擇方面 C4生骸看你的武器來選擇 假如拿加暴率的千古浮流 那麼通常C4生骸會搭配暴傷 拿暴傷專武刻意留名 C4生骸就會搭配暴率 根據自身面板去調整 暴率有個80%會比較舒適 而C3的生骸主屬性 建議選擇至少一個是熱龍傷害加成 另外一個選擇熱龍傷害加成或是攻擊力都差不多 看副字條哪一個比較好 但非馬列的情況下 還是裝兩個熱龍傷害加成會好一點 最後C的生骸只都選擇攻擊 副字條的部分則可以是暴率等於暴傷 大於公民技能傷害等於攻擊力百分比 大於公民解放傷害等於公民效率 公民效率大約讓面板有個110%左右 就有不錯的循環體感了 因此只要副字條歪一些即可 強黎的隊伍搭配方面 其實從技能機制就可以看出來 強黎並不是一個設計來長時間戰場的角色 加上強黎的攻擊倍率高 生命防禦比其他角色低 所以速切是最好的 因為強黎在場上透過普攻四段 去疊離火是個比較不實際 且效率比較低的做法 但強黎是一個自帶穿防加成的輸出 同時具備多招脫手七人的機制 因此更適合強黎的配對 是讓他再搭配一個輸出 組成雙輸出的陣容 目前比較適合的輸出 像是可以搭配精細組成空戰師徒組合 或是搭配安可赤霞組成熱熔速切雙輸出 又或是大招傷害倍率高 也不需要佔據太長戰場時間的夜面主角等等 雖然強黎的演奏可能都沒辦法 讓這些角色吃好吃滿 像是安可更需要普攻增傷 赤霞大招能量150點 也需要注意充能才能夠配合上強黎的循環 但雙輸出的組成之下 總傷害也不會比起單輸出 加上兩輔助的傷害要來的低 甚至還有超過的跡象 也或許是明朝也正開始在拓展 更多隊伍架構的變化性 讓我們能夠有更多的配對玩法 也或許是為了未來的熱熔輸出來做鋪墊 以下帶來三種隊伍示範 另外也有攻略組0加1常黎單C加無理奈 打深塔的完整實戰片段 可以到頻道上參考另外的影片 那如果是還想要再加上一個輔助 提高主C常黎的傷害組成兩輔助 剩下的位置也可以再搭配陶騎 只是要注意邪奏能量 目前有空戰機制的角色並不多 因此剛好有空戰機制的常黎和驚喜二人組 就可以組成空戰師徒雙人組 雖然常黎的演奏加成的效果 並不是驚喜主要需要的BUFF 但常黎和驚喜雙輸出的傷害之下 還是非常容易就可以比起原本的 二輔一次的陣容要來的傷害更高 並且也可以透過常黎的技能脫手七人機制 來練血和驚喜打空戰合軸 兩人的空中普攻都不會因為切人而重置 打一段也會小一段 搭配常黎的衣、針、衝、強化重擊 痛痛都可以脫手切人 這樣唸起來好像快要變成衝多泡蓋送啦 所以就可以一下切人、震一下切人、衝一下切人 或是強化重擊、焚身以火燒一下切人 就可以穿插進微理奈的3A或是驚喜的空戰連段 驚喜噴完後又可以再切回常黎 非常的舒適但也非常的考驗操作 主要的重點在微理奈演奏要給出數最高的驚喜 而驚喜和常黎的演奏可以互給 驚喜一之後的後搖動作可以穿插常黎1A 另外常黎加安可的打法則是重點在於常黎演奏記得切給安可 其他時間的脫手切人就隨便切 安可的1也可以脫手切人 所以兩個人就可以互相切1 像是開場可以安可起手1後 馬上切常黎開Q生涯技能 打到第三下後切微理奈出來空A回血奏滿 再速切安可1第二段 再切回常黎1接微理奈R大招 再切常黎出來開R大招加強化重擊 強化重擊過程再切微理奈出來3下空A回血奏 再切常黎出來打2段EA心眼針再切安可1 若微理奈能量還沒滿再切微理奈出來跳A回滿血奏 再切常黎變奏入場接心眼衝 之後切安可1第二段加Q生涯技能3段 再切微理奈1再切常黎1A心眼針 離火疊碼接強化重擊 血奏滿後切安可出來開R大招加1加4A加閃B加1加4A加閃B加1加4A加閃B加1 若若已經快不知道自己在念什麼了 總之如果不懂的話可以自己把畫面倍速放慢來看 常黎和1A面主角的速器也是比較簡單 就是手速要再快一點 起手可以常黎1後切暗主 暗主1後切常黎 切回常黎後會直接打出心眼衝 爭完再接1切微理奈1 再切回常黎1直接打出心眼衝 中間有空打就可以再接入暗主的R大招加深寒技能 或是微理奈的空A回血奏能量 熟練之後剩下就是靠記錄記憶和手速 逆境深塔中心的心怪 平民陣容也可以速速打通喔 有些人可能以為常黎打速切 不戰場又要配合速的形式 就好像覺得常黎似乎很弱有種淪為-C的程度 常黎和銀鈴這類後台協同-C並不同 更多的是搭配另外一個輸出組成雙輸出的陣容 並且只要你的常黎操作越好傷害就越高 單純拿常黎打不是核心機制的戰場 或是拿常黎和單一個C比輸出傷害的話 其實都不算是理解常黎角色性質的比較方式 而常黎可以說是目前合軸技巧中最適合拿來練習的角色 因為常黎在配對上算是百搭 可搭雙輸出 操作好也可以自己單輸出 但甚至是最能吃滿常黎演奏效果的火C還沒出 所以在那位火C出來前 有想要嘗試體驗明朝最高上限的合軸輸出打法的話 常黎就是你的入門師傅 而且常黎現在才剛出 還有很多操作還沒有被開發完成 因此影片的手法算是一個思路 你也可以跟隨常黎師傅的腳步 找到屬於你的合軸輸出手法 並且也歡迎在留言分享給大家喔 而常黎在抽取門檻上要求也不高 最好有個靈練本體加個常駐五星殉刀就好 這樣就可以直接擁有六個型態的常黎 而且也可以直接去挑戰最新版的深塔環境 並且深追一講 其今也已經加入了常黎的模式 搭配各種BUFF和深海技能的昇華之下 常黎在關卡中更是有許多有趣且多變化的表現 非常適合喜歡手操和速切手感的玩家 這邊也附上共鳴戀搭配專武的抽取順序建議 有了會建議在達到本體靈練的常黎後 看你有沒有常駐五星殉刀千古浮流 如果沒有或是想透過主這條爆傷的專武 拉高輸出上限的話 就可以再往專武去抽 這樣就是非常完整的常黎了 而後若是想追傷愛的話 就會比較建議直上六鍊了 以傷愛來說真的就是非0級6了 中間的一鍊或二鍊其實可以省起來 提升不明顯之外也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補足 所以順序上會是0加0、0加1、6加1、6加5 以上就是關於常黎的角色 絕聽養城與配對建議 提供給想培養常黎的新手們 能夠更加了解相關的玩法 若是有想優先知道哪位角色的攻略影片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詢願 那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再到直播間詢問 還有加入我們的萬人Discord群組 在裡面找到其他明朝的同好們 製作影片不容易 若是想知我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交流鈴鐺的網路復原 或是點擊小鈴鐺的信用微信帶查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點擊喜歡跟露哥鼓勵 歡迎每周到我上去對賣更新影片 我是薛樂伴人鹿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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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